王母 我们 是吧 一年了 我们又来了 走吧 去吧 这老板有点面熟 这是分店是吗 嗨 你好 老板 你怎么才邀请我 老板 你好 我是林峰 哈喽 老板 无需叫我来的 谢谢老板 我今天怎么换嗓的 我这第一次看到了 你在这喝奶的真的是 来吧 去年我们也是来 七夕那时候来的 一年了 今年你看中秋又来了 每次一过节就来这儿 南京是一个你们有 感觉到有亲情的感觉 很暖意的一个城市 有吗 因为有我们苏林俱乐部 那你倒是 那倒是 这也太好了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 当年请稍微打断了 不给你机会 在消息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歌等 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我特别喜欢他的发言 就是听完之后 慢慢觉得我废了 我废了 然后就坐回去了 这种时刻就是 你唯一可以不用尊重我们的时刻 多好 这种机会多好 冤的抱怨 但是我们就心里面 也有个小章 对 我们感到继承了 关于你们俩年龄差 咱说实话多大 97的 83的 14岁 你89 89 这才真正 29 中青 虽然说不愿意听那个字 就是老中青三代 平时我俩也注意房间 对 对 他们俩是室友 我跟你说 他除了和吴熙聊 就是我们聊最多的 吴熙把我的人抢 你就能明白这种关系了吧 完了 好乱的三角关系啊 你把我的男人带走 你也不会快 他年初不是从葡萄牙转回过来的 刚来 转回过来 因为像我和吴熙这种 他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觉得他是个人才 人各方面也不错啊 确实吧 就是我眼神 就 这种就想带着 因为作为老大哥的学生 从哪这方面还是 哈哈哈 他是你们队最小的面 不是 我们队最小的是海比提 新疆的 98 你是第一年回来踢中昌 他是海归啊 他以前踢的是国际赛事 现在回来踢中昌 他觉得应该是易如返早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第一场 预为队吧 然后 福利 然后跟我说的一句话 哈哈哈 说 歇 哈哈哈 这场 我不冒着戏法 真的 后来我跟他 结果几个 几个几个 几个几个 赢了 最后就是可以说 就是用气势赞上的队 对 冒着戏法呢 冒着戏法 告诉我的吧 有没有不一样 至今没有出现 嘴上的帽子戏法 至今没有出现 但他还是有南方球员一些特质 还是比较内敛 没有那么 就是外露啊 霸气外露 在国外也是生活过 几岁 十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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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被调上呢 就当时在国内吃联赛的时候被调上 就踢的好 就游戏练功 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 是踢数大 踢球的人多 但是呢 上面的平台不够 有些地区没有平台 对 他们这个时候踢球的人少 对 然后呢 反而就是各方面的平台多重视 所以为什么现在成绩差了 人才少了 你当成绩就差了 踢球的人少 踢球的人少 你像那会儿 我踢球那会儿 就一个场地 土场地 有六个队伍去年 就像外国那么大一个场地 那么小就自己去的吗 还是有人陪着 就很多我们有一个计划一起去的 将近四十个吧 基本上都回来了 路区都回来了 对 他们都回来了 到这个阶段都回来了 说现在国内收入高了 也到了这个年龄段了 然后 而且现在有这个政策 你在葡萄牙那边踢什么 踢队是吗 这政策 先从踢队慢慢踢 然后现在是后来踢到第三级别 第三级别 一直是在葡萄牙来的 一共是14到21 对 七年 对 原来我看过他们葡萄牙他们那个队 他们当时是葡萄牙组了一波93的队 就李渊一什么他们都在那边 然后跟当时副博二代的犯规 这副博带那个93T两波 俩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内正统出来的就是各种大飞 各种铲 那边就快 快 然后铃 然后传技球 结构快 他们两波打了两场 好像各赢一场 昨天上场了吗 没有 上了 昨天开局这么好 梦幻开局 对 我们主要昨天开局 我们无锡策划了一次进攻 对吧 打开了局面 闪电战 但是昨天下棋对你也挺特别的吧 还可以 就一场普通的比赛 就是200场 12 13 14 15 16 17 5年多 加上今年18 对18 不到六年 就能代表一个俱乐部 不管是200场 就200场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点 你要这样这么说 可以说是一个 200场其实算是一个球员 可能 说实话我到这么久 我也没有代表一个俱乐部 参照了200场 就能代表俱乐部 打到200场的级别 然后肯定往300场 当然400场 这个更少了 200场是个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成绩 因为昨天我们没进场 有那个 就是一个仪式吗 给你的 200场需要什么仪式 你会主动跟俱乐部说 说就不要这种仪式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呀 他有的乐园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对对对对 200场你获胜了 你跟201场获胜了 你最后你都是给俱乐部带来的这个利益 对不对 你跟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 大家就是都是为了胜利而去努力 如果你要真的到300场 我觉得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 一年30场连赛 对对 再加上那些八道比赛 这不就等到10年了 这种意义不一样 你是35年 六年 六七年的时候 很多队员都能达到这种年份 对呀 你现在要10年 反正从这儿也能听出来 就是无稀想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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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待着 能在一个球队 能说各方面都满意的情况下 能待下去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我也给他们讲说 能不转会的同时 尽量不要转会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 你在一个环境待熟了 或者待习惯 其实对你来说 各方面发展才不错的 除非是发展各方面受到了制约 你需要换一个环境的时候 可能换或者是 有更好的 或者更高的一种平台是在 你需要去改变这种状态可以 尽量的话 在自己 就相当于在自己家里这种感觉 对 那你昨天没办 那个二板场仪式的球 应该有很多球迷都记得吧 对呀 昨天你没看见吗 22分钟 然后所有的球迷都拿了个 同时 手电筒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心里 应该也挺开心的 比赛 比赛不可能 比赛他知道 比如比赛我在那儿抢球 谢谢 谢谢 对吧 音乐先停一下 对吧 比赛先正停 我先信一下 成员在场上是比较专注的 当时他肯定 他不要 你要是能看到 也能看到 他能知道这个时候是在干什么 你装也得装 对 装也得装 不可能那个时候就对了 表现 他毕竟在场上还是踢球人 这个赛季 这个赛季 苏宁成绩 还可以 一五现在 比去年好太多 因为你毕竟去年你是保级 你今年 不可能一下你就想怎么怎么样 就需要一个 但是 包括 其实说的还有这些政策 其实对于有能力的球员来说 需要这种政策 对 不管是有二三 有三十四 有三五是吧 有三十四五 有三十四五 但是他会限制一些球队的变化 和一些排平布阵 就是真实现象 对 就是有时候需要再换两个人的时候 但是没办法 只能换一个人的时候 这样你就再回头想 这是为了什么 你不能让一个球队 按照这个球队的整体的风格去进行 相当于其实有些都是损失了成绩的因素 必须得 需要突出这下 这下年轻队员的使用 而且你现在说实话 联赛公平 我们今年如果有一些球队影响挺大的 你看你们U23算强的了 对 我们的球队的U23说实话 整体实力算是 国内算是好的 对啊 你觉得这政策对你会有啥影响 如果有一天这政策没有 该怎么提还怎么提啊 我觉得有没有这政策 对好的联军队员其实影响不大 影响不是特别大 对 你说各级国少国青踢得好的 打主力的这些队员 你就像很多球队 它正常它一个队员 它阵容它有12个人左右能踢 那有一两个年轻队员 但现在它就是 没法让这12个人都能踢上球 它只能有10个人左右能踢上球 有一个人还得手发 有两个人还得踢我 然后它的变化也没有 就靠扛 硬扛 90分钟能扛得下来就扛 扛不住就大不了 其实没这政策 有些队员 比如U35系列的可能还有些机会 对吧 但到了这个年龄也有时候也没办法 我就说到了这个U35这个年龄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在中超踢 还是看能力嘛 对吧 去年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以后 如果说以后退役了 还会在苏宁找一个 就是在球队会找一个职位 一直去坐下去 什么的 这么说呢 就回看一下 是的呀 没有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如果我退役了以后 愿意找一个相关的 可能类似这方面 有 我觉得很多俱乐部 就没有一个就类似什么 就是球员评估 或者是球 一种专业评估的这种职业 就比如说 我会避免每一次的转会人员的来往 保证最大化的 保证俱乐部的 最大利益 就是我来到这个队员一定能达到俱乐部的大概的要求 对 不会形成就像我外面说的 形成水货呀 或者来到积压 积压 球员的那种价值 或者积压人员的一些东西 这种一个是减少俱乐部的开支 一个是 增加球员的生存 生存力 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这个真是人 因为这个我是他作为球员 为什么我经历 我经历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对球队平衡和整个球队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点 刚才你说那个 就是布兰皮特有一个电影 大家在一个办公室里边 他差不多有十几个球团做一个作用 我现在比如说我三号位我需要一个队员 对吧 然后我外壘需要一个什么队员 然后他就给你瞬间报出来 这个队员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履历 他会在系统里有一个评分 这个评分大概分级是多少不少 一定是有这样 没来吧 这赛季剩的轮数也不多了 现在球队有什么目标吗 还想追一把鲁能那个压惯资格吗 鲁能球迷 他说让咱们追 其实他内心已经觉得追不上了 特别骄傲 今天真没人结账了 有一种特别骄傲的那种 没有我是害怕 咱们先不谈这个 反正还有一场跟鲁能 我估计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能拿下 我觉得 懂了吗 懂了吗 害怕 我们其实挺怕你们那个新教练的 就是挺厉害的 以前完全没听过这个 他以前在西亚 人特别好 比较细 各方面他安排比较细 那卡贝罗呢 带你们这个成绩说实话 有点让大家挺失望 主要是他的牌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你对他期待值肯定会不高 对期待值又高 不是 去年本身上半年人家来的时候就 对我们去年分不多了 去年他来的时候我们才9分 去年第几轮的时候 15分才9分 对不对 后面他来了 其实追的分数还追的蛮多了 追了20多分回来 你昨天给我发了一个什么新闻 托迪接受个采访 说就是谈到卡知道吗 还卡 还卡 就是说就是卡卡贝罗永远是对的 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强势吧 你们觉得他永远是对的吗 强势强势强势 他正常就是发完火之后 然后可能第二天或者什么就好 把他就跟你讲怎么怎么怎么 对 感觉他这个人他不记仇 不记事 但是情绪很容易抱一下就抱着 搞同肯定高 哈哈哈哈 我给你发现测就是 一千左右 我没看见过70多岁老头身体这么好 有一次他把他那个体育教练给骂了 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那冲刺啊 老仔那一个场地 他觉得那场地你换一块换一个地方 这都快换了 一顿给他咬死我 就说70岁的人骂70岁的人 哎呦 他特别人 我们不是有时候喜欢踩着鞋跟走吗 他这样也说 就当拖鞋的吗 也要骂 好意大利人头病 这不是张苏伟的一个事吗 训练的时候必须都得是白巴 必须都得短巴 后来就排的都得是一样 东汛的时候我是阿迪那个赞助 东汛特意买了几床耐克白巴 他会给你们讲什么当年的黄马 或者米兰这些高光时刻 他跟我说过一次 他不喜欢谷地 不喜欢谷地 我特别喜欢谷地 我也是 他一说完我就不敢说我喜欢谷地 哈哈哈 有个事特别动了 他去那个医务室 我们就问他 那次他怎么样做就做了 那次他好孤单 还有什么巴黎系好 还有什么卡纳尔罗 然后那位高迪还在这里 高迪 然后后来他就说卡佩罗 高迪谁说那卡佩罗呢 卡佩罗 卡佩罗就这样了 然后高迪说卡佩罗 就在我心里面 是这么高 是 会说这会聊 奥拉罗应该也是那种前男风格的教练吧 远华 对 你看他刚来很快 你们基本就往上走了 他在生活中不会管你们很多东西 只是在球场上战术上 生活上基本不管 他就是相互尊重 比如说十点鬼队 就是你得非常严格的按照他的时间来 对 因为就是发火火了 在意大利训练的时候跟航大 放球去 你可能没站 你也听的 对 我是发火对象之一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们夏天在意大利多门 春夏训的时候 和航大踢教育赛没踢好 中场进去 然后给我们一顿 一顿咆哮 很正常 其实很正常 因为我们上场确实踢得不好 丢球就丢的也比较简单 丢球就确实是教练 我觉得教练正常应该是要 绝对什么咆哮 对啊 你不是说你是正年吗 一点画面都没有 忘了 我对这种就是 不是很高兴的是我从来都忘掉 对啊 这教练他第一次给你们驯化什么风格 他一上来 他把基本上大概球员的名字都能记住 连外号他都知道 就感觉他是真正的用心 对每个队员去做了了解 这一下就能突然拉近大家的距离 他会给你 他看你会有一种对视 一种也是很温暖的感觉 缺任何眼神 因为确实我们 是我的队员 我们语言上面 没有太多和他直面交流的 因为我不可能老叫翻译去把我们的一些 就没法交流 也不可能 除非教练 找我们交流一些东西可以交流 我们一般那种 你中国人还是比较 对 你不找我 我不找你 还去那年呢 就是我不会说去一定 哇 没事找你谈心 对吧 谈规划 谈未来 谈感想 我要谈我天天都想和他谈 这个是有区别 欧洲的球员他会跟主要练去沟通 对 我希望我打什么位置 说实话 功能是很重要的 对 很重要 我最近我的什么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在比赛里面 我训练里面 但是有一点这个情况 就是其实中国人 他既然很多教练 很多人他来到中国 他就应该要知道中国人的一些性格问题 你不能说要求每个队员都要来主动和你沟通 有些人是不是 那你作为教练的话 你就应该在对你需求的队员或需求什么东西 你得主动和他去交流 你是教练 那我说你要是在亚洲待的时间长 比如你们这个教练 他明白 对 但是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说俱乐部需要专业的人是给他说的 你来了一个外交 你就得说中国的队员比较内敬 比较含蓄 有什么是你得主动找他们交流沟通 可能会对你们工作好 那得有人给他们聊 我觉得这个 你让外国人来感受他怎么感受 他永远是按照外国人自己的方式来 再来等着 在房间先从早上做到晚上 今天没人找我才结束 永远不会有人来找你 中国人你知道很含蓄的 对 对吧 我们远道而来 不能让我们空手而归吧 两位中青给我们留下一幅画吧 今天就请二位来画一下这个奥拉罗油 刚说了这个跟主角的 不是 这种节目我也要参加 因为有我的画才能挣动出他们俩的画 画得有多么的不好 客乖 三二一来 做人比较有画画 你看希哥做这样就像个画家这个衣服 他今天知道有画画这个项目 你这个脸这么圆呢 这是大耳朵土土人 这是个婴儿 他在我心目中就像个baby 真是没学过这个画画 这挺喜庆的老师 我跟你说 这个画平时也是画我自己的画 只是没胡子 五 四 三 二 胡子 一 好嘞 这是奥拉鱿鱼 我们先来看 他得公布 张宁峰画的主角恋奥拉罗油 走着 你自己解释一下 来不及了 下面 他其实都有特点 他的发型 你看这个眉毛是粗眉毛 你看他也勾了 鼻子是高 高鼻子 这个翅膀是吧 还嫌有点神韵 吴希画作奥拉罗油 对比来了 你看 单眼皮 他就没画出那个双眼皮 这个教练脸大 脑袋是方的 你就别给他找过了 我觉得他画的这个吧 怎么着 更像他自己 你知道吗 就我给你解释这部画 主要就是在这个嘴上 就开心 开心 温暖 你看眼神充满 老板先接着玩 我说最后还有几秒加点啥 然后加上我错了 我错了 来 帮松画作奥拉罗油 大耳朵涂涂涂 有点瘦涂涂 这个嘴唇画的有点性感 毛发毛发 主要是脱出毛发 像土耳其那样 对 转交给老板吧 老板 这是我们收听球员给你的温暖 太温暖了 等到过年的时候 你把所有球员画的画 贴满一个房间 那能招来鬼 好好好 我们平复一下心态 进入到我们的正问反达环节 您觉得队长无锡和老将汪松 谁才是真正的队内老大 我都对他吸了一口冷气 我是老大 厉害 可以 终于霸气了一回 这一开始踢中场 你对小孩的脑子这么好使 当初刘洋葡萄牙踢球 是不是因为葡萄牙的性感美女比较多 是 这个答的就干脆了 那时候14岁懂什么性感美女 你们怎么吹一样 这个我不同意 14岁你不懂吗 青春期 对 差不多14岁请问你看电视 14岁看电视 那好看是吧 好看吗 好看吗 是挺好看的 葡萄牙的好看 在那边交过女朋友 是 哈哈哈哈 不算交过就是 不是 对 聊过 您入选了U20 德国拉链的大名单 而且领队是孙悉海 据说您很敬给他 那你有跟他表白过吗 没有 第一次集训的时候 就有过一个就是 每个人面对面 就采访 不是采访 不是采访 对 聊天 就是他把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单独喊过去聊了 就是聊了很久 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对对对 因为孙导也是 就是流洋球员代表 然后当时我也还在流洋 然后就跟他 就是聊得挺多 如果你这个和奥拉罗优先生队 也多交流一下 应该效果很不错 不是 真的真的 你看日本球员 为什么在欧洲他 能够很快地融入 我们可能会觉得 日本球员比较封闭 不爱交流 他们在国外踢球的时候 他们会主动地去跟教练去交流 前两天贝蒂斯训练的时候 钱规师不是在那个队吗 贝蒂斯那个主教练 赛迪恩扎了一个那种 日本的必胜的旗子 在场边给钱规师加油 就是出的关系 就出的特别特别好 网传你的女朋友长相 不输狄力热发 那你觉得 你的女朋友跟狄力热发 谁更狠狠 那我能劈个谣吗 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看到之前有那个照片 他旁边有个女孩 然后大家都说 那女朋友心里不是 对对对 有吗 西知道 我还有一位西 这个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了 曾经梦想踢蒲超 现在21岁就回来了 主要是因为自己在那边感觉 提不上去了呢 还是因为想回来赚钱呢 有政策想捞个大的 哈哈哈哈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毕竟又是中超职业联赛了 回来感受一下 IT有什么问题 自己在俱乐部的时候 可能会吧 但是后来在第三级别的时候 又有同伴一起 像我们在那个 在清训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 不是欺负就是可能就是 下腰狠点的 对啊 然后就会对我们比较 不友善 对 没那么友善 就是黑人球员 黑人球员可能就玩的比较好 传球就比较多 那可能我们不一传 对 就下腰也比较狠一点嘛 对 语言呢 语言都没问题 聊下来感觉林峰是个特如沐春风的人 笑起来特别暖 那你温暖佳琪一个 又浦语跟佳琪如果大个善的话 要怎么说 说你真漂亮 很漂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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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能听懂她说的 她其实不是这一个 哈哈哈哈 她其实说 她说出来之后 自有人会给我发音 当时你说了 让我都知道了 她其实说的是 你是个大主题子 哈哈哈哈 你才是大主题子 我们继续 吸 九岁就登上过体育杂志的封面 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球员 有 是不是 那就是当地的一个那个杂志嘛 然后要排个 好像是投球跟队友 争个投球的那个 要一个那个封面 就是我是正点 她可能是被 九岁就已经奠定了未来的足球基础 主要是颜值好 当年真是上个杂志 家里买了多少本对吧 他家里没钱了 他赠了 曾经被路人错认是网球民宿张德培 后来又被错认是男理工范梅的 那你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脸太大众化了 还是因为太有特色了 我是因为他们不懂球 哈哈哈 我跟我老婆做高铁去上海 嗯 到了时候 嗯 我一起生 然后想要去 有个大概中年 这四十多岁 老熊年 哎 我认识你 哎 就是 哈哈 想办法 你想办法肯定要说无锡啊 没有马上有 我还没想到 就等着他说 哎 你是不是无锡 然后这时候故意露个苏宁的标的人 哈哈哈 但是我也没在意啊 他说 张德培 哈哈哈 我说那个大哥 我说 我说张德培 多大了 多大了 我说张德培 哈哈 不像看着 头和卸点饼那个发肌线往上走一走 然后他有一次我那个打滴滴 我跟我老婆去哪 一上车那人 我认识你 就咱俩见过 他有细节 他认识你 你说你这样拿起水杯 笑一下 喝了口水 哈哈 哈哈 然后我就记着他说的是 他说 你怎么让我说半天 最后来 买霉的 还是说 15年前 你在什么什么水药门口 是卖霉的 是啊 当时 当时他把我把茶杯合上了 说 叔叔开车了 还能给我投个笑的一天 哈哈哈 网上有球迷调侃你的发量少 甚至你妻子也说过 那你真的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没有 还是有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 并没有什么 有点遗传 郑明他是一名靠脑子踢球的中场球员 对 中场这个 我们这个中场发量最多就是我 这是 张立峰发量 他很小 他如果到我35岁的时候发量 你两个他也有遗传 哈哈哈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莫德里奇看着我也同不少 职业生涯从前到后 安排踢过很多很多的位置 是不是因为在哪个位置踢的都很一般 对 很多位置 但是我最喜欢还是 中前场 中前场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踢右边后位 那会儿 我们这批就是你要想打上比赛 你只能先从一个 先踢上去 先比赛 先比赛 你得先慢慢的长经验 你才能够去踢自己 你只能是先通过一点点踢 就是说把有位子给你踢 先踢上去 就有位子踢 你就能得到比赛经验了 不是用嘴跟教练沟通 只要是用行动跟教练 很多人都说您是政治接班人 那您觉得您接过政治的旗帜了吗 接过现阶段没人能够去超越他 对吧 我就是从 我可能包括从其他的绯闻人来讲 其他绯闻 对 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最好的 因为政治来说 现在来说是个标杆 就是他给你一个 这五个字政治接班人 他其实是一个认可 对他的期待期望 包括整个中国组织 他希望找到一个 能够说接过政治的 那你没有能力 谁也不会说 对吧 正文反达的环节 我们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咱们的情报战环节 这是来自江苏苏宁易购的李先生说 说在队里 老被李昂追着打 李海涛 就闹着玩我们俩 我嘴上老损他 他老用言语打击他 那个就是 拳头 说不过你 就上手了 关系好 他们也是关系好 对 是训练的时候打还是说就是 就是平时 随时 就不是随时不是平时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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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很 因为他都在练拳了 哈哈哈哈 拳管在练拳这一下 他给我们老发视频 谁敢打他呀 哈哈哈 对吧 因为反打的话就很尴尬 要反接了 吴希 来自天津泰达的慧先生说 说因为吴希是队长 老喜欢总结发言 但他说话慢吞吞的 像个女生一样 郭家涛 你这捅我就一个钱 对吧 说话慢 反正不快 说话现在比以前能提高一点 这个速度是提高之后的 对 那以前是什么语速啊 以前他跟我说话就是 就是挺慢的 我老思考 发量知道什么 原因就是 少了就是 头发少了 见识多了 但是 我觉得慢吞吞 这个我马上理解 很爷们儿 没有像女生一样 何想而知 他家里的女生是什么样 哈哈哈哈 何想知道一下就是 吴希 刚才说了嘛 好像聊了吴希那个位置 包括一直踢球那顾上 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最开始是几岁开始踢球 就七岁 开始上那些就是暑假班 然后跟着我们一个就是 河北天空明的一个教练 一个教授 后来 然后后来是97年的时候 正式开始参加暑假班 因为你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老师 都想让你去吗 我觉得一般老师都不想让自己家孩子去搞体育 不想让 然后就是慢慢踢慢慢踢就是 反正我妈就一直就是比较好 但是我爸呢 比较就是因为我爸也喜欢踢球 通过慢慢发展呢 他觉得也有可能去成功啊 或者也可能去发展的很好 你小时候学习好吗 挺好的 老师讲的我都会 但是一考试我都做不对 我一考试就正常 就是正常 比如说班底有70个人 我大概是20多名 那还可以了 五年级是也可能也20多名 六年级有可能就得30名 然后上初一的时候 有可能也是30多名 但是上初二的时候 就慢慢就是 我是王阿华 然后最后决定踢球是正确的 对啊 是这小法吗 我就是接受这些专业的训练 就是 就有教练每天带着你 每天训练的 这是多久 十三岁 十四岁 十四岁吧 那就是每天训练 才十三四岁才开始出 那算天赋太好了 那算天赋太好了 几岁的时候去的那个河北那个队 十四岁 十四岁 就上班初二 就为了踢拳拥会 我们就提了 那一届城你怎么样 就是你的队的河北的城 第七 前半 对 最后一堂一人进四岁 太思习了 河北 他没有这些梯队 他也没有自己的职业队 你只能是初学 当时那时候是哪个教练 生花哪个教练会 就找到你呢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通过后来的了解 你不想知道吗 不是 通过后来的了解 好像是 那会国庆的时候 那时候跟生花打一场比赛 然后那边国庆 那边生花教练是贾若全 俱乐部然后推荐 各方面 得把这些球都买过来 他们在找人 然后 但我去的时候 他也不太对了 国庆那会 我还是挺想听的那会 08的 10708那会比较重 对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没上比赛 这就好像点凶没法进的那次 就跟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 都是谁 这三人是 秋天一 那谁张静谱吧 俞扬 那场点球决战 是你踢了个点球踢球了吧 我第四个踢了 然后李志超最后来一脚 就是说如果这场比赛赢了 我们是能进赤星赛的 我们赤翔吗 赤翔 那场他们输得挺圆的 那场就是说实话 改变他们好多人命运 那场是乌兹别克那个门匠 被罚下去了 对吧 然后他们那个前锋 去打门匠 然后铺点球 铺了我们两个 不是我没被铺 我是直接 没提到门框里 雅青这个阶段 要是能真的进入四星赛的话 确实对这帮队员未来是很好 反正说来想想 那会就可能比赛太熟了 就是比赛太熟了 一到的比赛当中 可能作为年轻球员 各方面承受压力 对不了 他们那时候其实实力挺强 他们小鼠算是 小白是三连胜吗 还是两胜一平 亚洲联当时出了一个文 夺冠分析 中国队是最大人 你现在算啊 你现在算啊 全是各个队的 对啊 你现在算啊 他们当时踢亚青菜的时候 左边后卫正正 右边是他 俩中后卫是余阳跟张临鹏 秋天一 秋天一 张临鹏踢后卫 门将是五眼 对吧 然后左前位是谁 左前位是卉家康 右边是小瓢吧 卉家康 卉家康 太大了一个 然后曹云敬踢前腰 对 周辽跟张临打前锋 对 运气不好 点球如果赢了 他们进世青赛 你整个你这个队 你起码一年时间你的比赛 就是比赛阶段 你如果当时进了世青赛的话 你重视程度 比赛的次数各方面都不一样 成长会快些 你想荷兰世青赛那一波 然后曲波他们阿文廷世青赛 对啊 都打了世青赛都不一样 你的冠注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那相当于你青年队打世界杯嘛 像他们属于能力强的这些队员 还都进入一线队在踢 剩下好多你就踢不上了 没有球踢 那你像高林他们 对 很快就直接就进入一线队了 职业联赛就可以出场了 但如果说你没有那个世青赛 没那个平台的话 他可能你整体这一批球员 你进入一线队的时间 踢职业联赛时间 至少要往后推两年 发丢点球那个瞬间 现在就还清楚吗 记得 记得挺清楚 我第四个踢没记了 对 然后后边又有一个 第五个也没进 然后后来就马上全运会了 但是正正也没进 正正要给我打一会儿 弟弟 当时没进检修 你当时是怎么换过来的 就说明检修对他来说冲击更大 这个劲儿 就是奥脑那个劲儿会持续多久 当时就脑子都空白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到中国了 我回家都 当时 其实我就一直不太喜欢提辩护卫人 我回家就跟我爸跟家里人聊 我再也不想提这个卫人了 但你没办法 后来你为了生存也好 为了能够在这种平台上 能够站的脚本也好 你只能提这个位置 我爸又跟我说了很多 就是讲一些道理跟我聊了聊 但后来可能我自己算是走出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比赛 相当于他人生踢的最重要的地方 对 所以说就是现在 你这那会儿都敬你了 你现在什么事不都是很平淡吗 你就二百场 那不是事啊 跟那点球都没法比 对啊 在年轻的时候 多一点经历绝对是好事 对 15年亚洲杯 进球了 对 那个表现的算是很高光的时刻了 整个球队也是表现都挺好的 那是苏宁江苏足球的一个 辉煌的一场雨满 很多球员哈 他跟孙肯一人进一个 对 主要很多球员也在 那一阶国家队 李昂 吉祥 吉祥也在 那一阶亚洲杯其实我现在回想 还挺美好的回忆 特别开心 没有人骂 那真的是零差评的一阶 亚洲杯我觉得 没想到 去之前反正没抱多大希望 当时我还记得开会 有一个谁开会 是小组赛 那个小组赛 四个队 对 咱们 沙特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跟沙特肯定前两个了 对吧 对 咱们就跟朝鲜真正小组第三吧 开会一场 也许他是泄压 给大家减压 给大家减压 就大家轻壮上阵 好吧 对吧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中国球员 对这种比赛的专注度 可能感觉没有外部球员那么单纯 比如说这条我失误了怎么办 会有舆论各方面 然后打得不好 下场我还踢不踢 各种我这样这个球处理不好 会不会有人说我怎么样 所以说为什么会球场在中国球员 就是在场上会换得换成 其实我现在想想 那会儿为什么我在生花的时候 后来就是能报名 然后一两天替补 后来 我就有一件事 我记得比较清楚 赛季前的一场比赛 就是属于电场赛 我们跟那个 那会儿是叫身心吗 身心 我是发烧了 可能那天我刚好下午就要去比赛 是 中午的时候 那个老姑娘叫你 我能去吗 是 当时我咬牙 当时男生好像是还没训练 我说咬牙我也去 当时去了 换上去 踢了大概十分钟 表现都可以 如果你说当时我说 不去就去 就没机会了 对 有时候机会我觉得也是 自己争取的 中国球员其实咬牙这一下 拼这一下 搏这一下 没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不自信 你看你跟脖子挖的 你把连踢 你经常看他踢的 有时候你看他那球 他非得过你 他非得怎么怎么样 他就有这个自信 从小你接受的这种足球的这种理念 不是说让你去表现自己 对吧 对啊 你看巴西人踢球 你们队里边巴西这帮外援 经常他们很多队员的乐趣 是上场能串几个刀 他就很劳心 对吧 你看原来你说中国的球员 你在场上你不好踢 或者你耍个傻耍 你都在挨骂 你们都在这个框框里 不提倡锋锋毙露 你看就那些谁 你看那个谁 老卡卡巴乔 喝开心了自己跑到桌子上 给你跳桌子上跳舞 你看中国人 你根本就不敢想象说 有哪个球员或者哪个教练 他能给你做到这种程度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国产 一个假之道 对吧 他就不可能 你明白吗 说了亚洲杯 所以我个人是中国队球迷 近十年我最喜欢的两个 中国亚队 那中国杯是把他最前辈的 第一个是亚洲杯那个中国队 再一个就是十二强赛的中国队 十二强赛确实有点可惜 但是这也有的时候这也不 你们会议论五蕾那个球迷 我们不太会 球员他 但是昨天 虽然冯昊婷往前带的那一下 我想到的那个场景 因为那边他有一个机会 能传到那边都回去 但是他一直往搅席带 当时我觉得他可能也考虑到 那个场景了 所以他就往搅席带 因为他头发亮眼睛 也不是很多 越来越少了 就你们就不能赶上下雨天 我跟你说 这个有点危险 就怕下雨天 你别跟卡佩罗是完全不同吗 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可能对这个战术纪律上比较相似 比较相似 但这个战术上不太一样 新歌呢 卡德更硬了 发火的频率更高一点 我觉得是不是当队长的人 是特别善于跟 就是处理这些球队关系 包括说球员之间跟教练之间的这些 我当队长就是 大家就是都为了球 为了集体就可以 你别个人你去搞点这个事那个事 所以说还是 现在球队非常笨 队长有几种方面的 他不是说一定要做的八面玲珑 或者我各方面都要做的特别好 他有些就是我在场上 我用我的行动带动大家 我用我的表现每一次的强断 你看他我经常在场上看 确实他的防守或者有些强断 特别感动 就感觉他真是不顾受伤 却拼了一下 真的我这个是很客观 我经常观察 受伤的时候我都被自己感动 后来我又看过这球我也上了 按道理很多球 他不会去上 换我 我觉得我不一定会这么去上 他就上了 那年 这下就是不一样的 艾尔克森一个倒钩 把我这踢开了 正常 对 谁能上 谁能上头上 你那个瞬间是特别不怕吗 还是 不是不怕 他万一要射门 那进来 就包括我这 就他把颜值和安全性抛开 对 包括腿骨折类似的 不也是 他要射门我一捅 我也没想到能 去年了 对 就是去年了 而且队长这个位置 其实说白了 你这些队员在一起之后 你每个人心里边 可能会慢慢地默认 这个人应当的个人 他当队长 我们能信服 这个是你靠你自己 日常生活 训练 比赛 你自己去争取出来 全方位 要不有的队就是 谁的出场司数多 那队里会比你出场多的吗 肯定有的 吉祥他们不都是江苏 建议代表江苏也应该是很多的 建议很多 很多年了 对 凌峰有没有信心 这个 有信心 有信心 凌峰还是具备主力的能力 那有什么职业生涯的打算 就远期的规划 没什么远的打算 都是近 远亲不近 这鞋子好像一点人多近 西是幽默 因为没有这种近的打算 远的想也是白想 空想 他们年轻队员就是想 我如何打算比较是他最现实的问题 实在 然后下一步他在想如何接过无锡的对等秀边 对不对 你的C 这个应该是他长期卧底在无锡旁边的对等 就明白了 学会明白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就是学了什么东西 正在学 我感觉无锡给我的印象真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今天 就感觉这些人是一个很中庸的一个人 就各方面就感觉没有棱角 有稀释幽默 对 但是另一方面 你看他在场上 刚刚松哥说他在场上表现什么 就是一个就是我不多说话 我就在场上就告诉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就该出手时就出手 就一个很有责任的 下角色就下角 好 来吧 我们今天犯规最多的是 我们猜一下 我猜一定是你吧 好嘞 找不到 这是料酒 本地的黄酒 黄酒 黄酒 江苏应该到了 对 为什么 这东西会哪里吃个螃蟹 这太好了 这个 我得到位 这什么 这关系好不好 关系好不好 就看这加13香了 这个分量就可以判处 13香了 吃了我第13香 他并不是很心疼你 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 他这个13香吧 这个还得用醋调一下 这个醋的话会酸一点 会好喝一点 这个蘸饺子应该还可以 这13香味道太难了 这个 来吧 可以 来吧 对你们都有远大的前程 然后远离伤病 对 好嘞 祝大家中秋快乐 像我这种长期在外 我从来没后 大口大口大口 你要尝尝吗 直接尝我给你尝尝 不过这期播的时候估计都快过年了 这也太温暖了吧 我中秋节从来没和我父母过过 真的 真老大哥 对 他们俩都爱着 非常好 可以 可以 那我们今天既然过节 咱就早点回家休息了点 嗯 最后呢我们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顶啊顶啊 哈哈哈哈 中超突口秀 加点 一共120 您是扫码还是付现金呢 我这手机里没钱了 我就找我哥过来付吧 行不行 那您留点东西 你给我签个名吧 是吗 你应该给签个名是以后 飞黄腾达了 就拿这个去给你抵这个账下了 哎呀这 您这次真好 一定得看看这 好嘞 谢谢您 谢谢您 今年和马铭宇 欧楚良 徐扬等老球友 参加了俄罗斯传奇超级杯比赛 呃相比之下呢 这次去呢 我的年龄呢 还比较年轻 我们跟那个南美 南美明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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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你怎么看 现在卡福你都吃不来了 对